比如说你再去多买一个USB的那个分叉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不贵啊 多接口那个我有那个不贵 对对那个不贵 你还是买本买买个桌子 用工费买个桌子吧 这个逻辑的这个 我看一下还蛮大的耶 蛮大一个的 那等一下直播完你再研究一下怎么 也没有看一下 对好 OK欢迎大家参加大书中文的直播课 哎呀经过漫长的农历过年 我们足足有快两个礼拜 我们大叔没有跟 小姐还没过呢 对对还现在还算过年 对正常来说年是过到农历15号了 农历15号 那所以现在还在过年期间 我们大叔们呢 加班加点 加班加班 他说你们穿个红的 看我跟 对啊 看我们多喜气啊 没关系下次 礼拜五 礼拜五你还有机会穿红的 今天我们都是刻意穿红色的 我还把我大叔中文的表带给那个 谢神来 然后买了红色的 哇 太喜气了 今年是本命年 对 农年 今年是农年 你的小内内是不是红色 没有那没有 小内内 对有点不好意思 而且我们不想看哦 我们完全不想看 我们看 完全没有兴趣 变书是属龙的 所以这个今年是他的本命年 好 我们的明川跟佳佳都来了 那这个 你可以坐下来一点 你这样显得太高了 头 我俩都是这个角度 你看 变书 对 好 还有这位 交求太多了 好 那我们 然后我开一下IG IG我也开了 好 那么这个今天我们三位大叔要聊一个主题 就是各位同学都是中文的学习者 是不是有时候学中文很难很累 很不想再继续学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放弃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我们要怎么样对学习中文这件事情保持热情 保持着 我觉得学习中文很有趣 一直保持这样的新鲜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像我们也学英文 有时候真的觉得我怎么学都不会进步 很想放弃 所以我相信大家学英文也是这样 学中文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家有没有想要放弃过 像那个之前宾利不是说他每天都想放弃 宾利是很高级的中文学习者了 他还是每天有想要放弃的念头 所以我们今天三位大叔来聊聊 怎么保持学习中文的热情 这个很重要 好 那我们先请这个今天大红大紫的诞书 来 来 红的不得了的诞书 你觉得要怎么保持学习中文的热情 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热情 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学了中文 但是找不到母语者 然后感觉就是用不到嘛 或者是觉得好像自己学的中文 就是自己的都是课本上的东西 然后跟这个中国人现实生活是隔离开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毕竟我们学习语言就是为了交流 去了解这个语言的文化 背后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试着找一找中国母语者 他们在用什么 你找到他们用的这些软件啊 或者是网站啊 然后在上面可以看到真的中国人在表达一些什么 像我们 像我们的方法 看大叔中文是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听到就是真的母语者的聊天 对吧 而且会有故意的降低一些难度 那如果大家要找除了大叔中文以外的资源的话 我可以 应该没有比大叔中文更好的资源 这些母语者看的东西啊 比如我会在推荐大家可能可以下载一下小红书 小红书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APP为什么好 因为它上面就是每一个中国人他在生活中 比如说他吃喝玩乐或者他去旅游 他去他找到了一个新的饭店 他们就会把这个他的这个经历 他的体验 比如说我吃了什么饭啊 这个饭店应该怎么预约 你什么时候啊 或者我去哪个国家旅游 你应该在哪买票 怎么买票 大家会放很多图文在里边 你既可以看到照片 也可以看到大家的描述 对 就是所以这样的话 有一个图文比你去读一个这种新闻呢 或者是读一个很很专业的文章 要更容易接受的多 就不会说一下子你看一个很很难的文章 你就没有动力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啊 中国人玩的时候 或者每天的生活 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又可以看到图片 又可以看到描述 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难 而且会觉得这是真实的东西 不是课本上枯燥的东西 对 我很有动力一点 我是这么想 这个本书的意思就是要去接触 真实中国人的生活 那小红书里有很多中国人去分享他们的生活 虽然你的周遭没有中国人陪你聊天说话 交流这个语言 但是你到小红书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然后上面也有很多真实语料 然后我觉得他们用的中文绝对是最地道 最日常生活方面的中文 所以小红书是这个辩书推荐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 所以因为中国人都在用 比如说现在我在大学里 我有一些同学嘛 然后中国的同学 他们就是告诉我很多巴塞罗那新开的中餐馆 或者巴塞罗那好吃的饭店 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饭店的 他说从小红书知道的 就可能也有很多人 很多中国人在分享你住的城市的一些 对你比较有中国人在那 他都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学习中文 还没有接触到小红书的 倒是可以去试试看 其实它就是一种社交 社交的媒体 分享的一个平台吧 它算是中国的 中国的Facebook加Instagram加 加什么 对 所以这个也 它以图文为主 视频也有 但是更火的是图文 对 所以这个其实我对小红书不太清楚了 我没有在使用它 所以小红书比较像是中国的Instagram 更像Instagram 就是一些知识吧 可能你攻略啊 旅行的攻略 那它跟那个西瓜频道啦 B站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 它主要 现在说是图文为主嘛 就像我这次去旅游的话 我到每一个地方 我都会查一下小红书 它会有些人 做一些攻略啊 会告诉你哪个地方好吃啊 或者 我去维也纳啊 我不会买票 因为我看不懂德语啊 看不懂当地语言 所以我就在小红书看一看 别人怎么教我 在维也纳的那个机器上买票 它用中文教我 所以它融合了蛮多平台的功能 对不对 好像又有这个搜寻知识的功能 然后也有instagram分享的功能 比如我要去台湾 我不知道我要去台北 我不知道去哪吃好吃 我就可能在小红书上搜一下 就是台北最好吃的 有什么好吃的 因为很多人会总结这些东西都可以 我是觉得查是比较方便 那蛮有意思的 这个我也觉得查书也没有接触小红书 我觉得我应该去试试看的 这位同学说觉得小红书就像是instagram一样 然后eddy明川说小红书注册需要中国的电话号码 这个不需要 因为因为我知道我本来想推荐大家用微信 因为微信里边有这个很多文章啊或者小程序 但是微信的话是真的需要国内的中国的电话号码 但是小红书还好 小红书很容易注册一个账户 对对对 好 那这个不错 我们欢迎一些同学 Mary来了 欢迎还有Jenna同学 越营越南的越营柬埔寨的朋友 然后有同学是在四川大学 欢迎你 然后四川我们的会员 这位法国的朋友 非常想念我们吗 真的吗 我喝 回来不见不散 真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各位同学见面了 两个星期了 两个星期没有直播 对我们大叔们也很想念大家 不过大家 点赞点起来啊 这样的话 然后不要错过我们每周一每周五的直播 都是在晚上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 千万不要错过 好 那这个燦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到底要怎么保持学习中文的热情 变书刚刚是介绍我们多跟中国人接触 多去接触小红书这样的平台 那参书你有什么想法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归根结底还是就是你学习语言的目的 你为什么要学这么语言 对 你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就是除了就是很功利性的我要考试等等 我相信你最开始学这个语言肯定是有一些目的的嘛 比如说你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看到中国电视剧啊 对吧 他就是一个目的 喜欢比如说你喜欢的中国的男孩女孩啊 对吧 都是目的 对啊 也可以啊 就是这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就是动力 因为你比如想和认识想交男朋友女朋友 你想和他好好聊天 想更深入的聊天 走进他的内心 对吧 对 或者想看这个电视剧 你不不仅仅想局限于看这个字幕 英文字幕 你想真正的明白这个中文 所以这些都是动力 我觉得只要有这个动力在 你就能好好学习 就怕其实很多人发现 学着学着 突然发现 哎呀 我好像对那个人没兴趣的 我可能就不想学 或者我这个电视剧 看觉得也挺无聊的 没有事 就没有什么意思 我也不想学习 这个其实就是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我也经历了 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 我特别特别喜欢日语 就是我很喜欢看日本的动漫 对 看小黄书 日本的小黄书 对 然后还有 我继续继续 还有日本的电视剧 我很喜欢看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 就是很喜欢那种感觉 好像和中国电视剧 还有欧美电视剧 感觉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个日剧 日剧有一段时间非常红 对不对 这个非常火 很好看 对 我就很喜欢日本人 他们这种 比如不管是电视 电影 还有这个小说 等等体现的那种 很在意细节的东西 就是其实它 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它给你描述的 很多细节 很琐碎 但是又特别有意思 所以这东西能抓住我 但是有一段时间 我突然之间 对这些都失去了兴趣 所以日语就扔掉了 但是后来有一天 就是就是 哎呀 想了好久没看 这个宫崎骏了 找出来看一下吧 啊 看一下 然后觉得 哦 这个日语怎么这么好听 宫崎骏怎么这么好看 我就发现 还是需要 动力的话 需要一个东西 能一直推动着你 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因为语言 它只是一个载体 真正的是语言背后的东西 就是这个 比如说中国的文化等等啊 它有一些文化的东西 有一些 比如说你喜欢的 这些所有的 电视剧 小说 漫画等等 都是文化嘛 我觉得这东西 要是你有喜欢的 你就比较容易 一直喜欢下去 一直有动力 要是你找不到这种能力 一直持续的 给你这种刺激 带给你这种愉悦感的东西 其实对我而言 反正对我这种人而言 我就比较容易失去兴趣 所以对我要是像我这种类型的人 你就一定要找到一个 你感兴趣的文化上的一个点 然后你保持这种兴趣 有 我有很多学生是这样的 比如说 有一个学生 他就喜欢中国的歌曲 然后他就是通过学歌词 来学习中文 对 听歌很好 也有就是学生会在那个 网络的游戏平台上玩 就是中文的游戏 叫什么STEM吧 在里边 Steam 对 在这个网站上面 有很多就是中文的游戏 就是有那种剧情型的 就是比如说 可能你扮演一个 被关在一个治疗网瘾的一个学校里 然后你需要就是 好奇怪 对 决定怎么从这个网瘾学校逃出去 逃脱 会有剧情 你会做很多选择 是要跟这个 这个网瘾学校的校长做朋友 还是你要这个反抗一点 就顺着剧情的发展 你真的想知道 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这个游戏是什么样的 就会让你比较有动力 一直想去学中文 这个玩游戏啦 听歌 我都觉得是很好的方法 因为这个完全贴合 个人的兴趣嘛 像我很多学生是去教男女朋友 他们就是 他们学中文是因为他有个中国女朋友或中国男朋友 那这样的动力呢 我觉得也是很好 但是这个因为通常这个跨国的恋情是很短暂的 通常这样的兴趣也很短暂 只要他们一分手了就不学了 所以我有很多同学 我有很多学生啊 跟我学了一阵子之后 突然就不见了 人就不见了 我就可以想象应该分手了 不想再继续学中文了 对 好 那这个 所以灿叔说的就是 请各位同学记得 你要对一门语言保持热情 一定要先找到一个你喜欢的爱好 通过这个爱好 再去学习这门语言 你会很努力 很积极的想要去学习 因为这个爱好是你喜欢的东西 好 那么有人说大叔中文最好看了 谢谢你 而且你说的 这个朋友是不是之前来过我们这里 说话说的还东北 我也忘记了 我们一起唱歌那一期 他觉得辣眼睛 就我记得 辣眼睛 这位同学跟不上我们说的 我们尽量说的稍微慢一点点 这位同学就是我们一般 可能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以后会有字幕 五个小时以后 对对对对 对 所以你可以再回来 就是 we will add some title after a few hours 所以可以再回来 好 那这个乐营会听音乐 就是像灿叔说的 他的兴趣是听音乐 然后有时候跟中国人一起练习口语 这个方法也很好 这是中国人平常说话的样子吗 不是 我们会更快 中国人平常说话 一定比现在更快 我们已经很努力的控制 我们自己的速度了 对 好 那这个 我觉得 这个两位说的都是 没错 我们要保持热情 学习一门语言的热情 真的要通过各种方法 我个人觉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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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 应该 要保持热情是不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 你想要融入爱好当中 但是某一天你不喜欢这个印记了 你跟男女朋友分手了 或者是各种原因 人生通常会有各种意外发生 突然这个热情 这个爱好 没有了怎么办 所以我个人觉得 要对一门语言保持热情 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这个学习习惯 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就是 把学习变成你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变成你习惯的一部分 像我最近就是 我很久没有练英文了 我觉得我的英文听力退步很多 因为现在都在教中文 然后有一天我就听 我的外国朋友在聊天 我发现我居然只听得懂八成 我觉得有点 有点恐惧 所以我大概从上个月开始 我就开始想说 我要怎么样把学习英文的习惯捡回来 所以我就开始 就是 我早上都会去 我家后面的公园散步 走路 走路 而且我都会走一个小时左右 那那个小时是我最轻松 最自在的时候 看看风景 然后运动一下 所以我发现我可以把听英文这个习惯融入到我的散步的这个习惯中 所以我从上个月开始 我就每天散步 我就带着耳机跟手机 我就边散步边听英文 我发现这样子听了一个月之后 听力慢慢的那个能力又回来了 而且我感觉到没有太多的学习压力 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要对学习一门语言保持热情 可以把这个学习的习惯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有人可能一边洗澡 一边听大叔中文 没问题 可以 有人可能一边这个 可能有人会一边 像我啦 我以前会一边打电动玩具 一边打线上游戏 一边听英文 然后都是在很轻松的状态下 所以我觉得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把学习当做一个习惯 然后你每天这样做 比如说你可以每天工作的时候 如果老板不反对的话 你可以边听大叔中文 然后练习中文听力 我觉得融入习惯是一个 你可能不会因为爱好没有了就中断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好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你会比较习惯 对 我特别同意查书这个 就查书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找 就是有一个同学 我就觉得他做特别好 就是那个instagram的那个可莉 对吧 可莉可莉 对对对对 很棒 英国的朋友 他把怎么被变成他的学习习惯呢 就是一个爱好呢 就是他 他就是做很多的笔记 然后他一边学习一边做笔记 然后在笔记上又画一些画呀 什么的 然后就是可能你看到其他同学 跟你一样努力的学习 你可以多找一些 这种很多 对对对对 这种同学挺多的 真的是 对这个我们生了 看到我在上面 然后他当然在介绍我的样子 他在介绍我 放一个就是你看他 他会把自己学习的跟中文相关的所有的东西都都记录下来 然后他会记录自己每一点一滴的这个进步 然后当你就是我们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吗 当然当你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笔记之后 你看到自己一点一点的进步 然后记越来越多的笔记 你也自己会有一个成就感觉得啊好有动力好好有一种这种成就感 所以也会对对 激励自己更多 我觉得这个可力的例子很好 就是他会把自己学习的过程拍成短视频放到instagram上面 然后其他有跟跟他一样有学习中文的这个爱好的朋友都会去看他的instagram 他现在instagram好像有一万多个粉丝了耶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因为你可能每隔两三天要上传一次短视频 你可能因为这样子你必须强迫自己学中文 我要是不学我可能就没有素材没有材料可以做短视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好去强迫自己学习的方法 像我们大叔也是会做一些材料吗 让大家学习中文 我们也是因为要制作这些材料 必须强迫自己去固定每天做一些做一些做一些 那我觉得积少成多了慢慢你的中文会因为这样进步 还有这位帮我们画大叔中文 这个头像的 他是威尔士人住在北京 我超爱他的这个 对 他好会画画 对呀对呀对呀 你看他的笔记就是这样 还会画个插图 然后自己看了什么电影啊或者是看了什么电视剧啊小说啊都有 每一集的词汇都写下来 对 就是有时候我看见如果我学中文我看我多加一些这样的朋友关注他们 我自己也会有动力觉得哇他今天又学了这么多 我也应该像他一样去 就像找到组织一样找到中文的社区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这个变书说的这个很好 就是说各位同学如果你常常的分享你学习的心得在instagram上面或在脸书上面的话 慢慢的你会吸引很多中文的学习者跟你认识 那或许有机会你们可以成成立一个读书会啦 或者是一个chinese corner之类的一个一个小团体 你们可以一起学习中文也不错 像可力跟刚刚这个变书说的那个那个威尔士的同学 我们其实也都认识他们 然后呢他们也帮大叔中文画那个很可爱的那个头在那边 这个也是右上角那个就是对右上角那个是他画爆门画的 所以各位同学通过这样的分享你可以找到更多的中文学习者 然后你们可以常常分享心得 这也是让你保持热情 然后他的他的这个叫lingo brew 大家可以去加他们 去加他们我觉得多看看这些学习者分享 因为我记得可力上一次就分享他学习中文是用哪一些书 他已经HSK五级了 所以他他常常分享五级的时候我们应该看什么书 应该看哪一些频道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跟他们学习 他们学习中文的方法也比较多样化一点 对刚刚查书说到一点我觉得挺认同 就是可力他已经五级了 五级他自然就五级对应的这些材料 就是我很多时候有些同学他学中文的话 会觉得没有动力就是因为他可能越级 就是他的级别太高了 他学习东西不是他能力范围内的 学的时候就没有动力了 就是他可能想要的太多了 他没有从比较基础一点点累积到那个程度 所以我们有时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文这样说 要慢慢的一点点来 对吧太简单的东西你要一直沉浸在太简单的东西里头 你也容易觉得无聊 所以就稍微比你的这个程度稍微提高一点点 但是也不要太难 太难的话你够不着 你慢慢就会失去动力 这个事情我昨天真的深有体会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 对我儿子他们有个寒假作业 就是什么科技的东西 就是其实和科技关系不是特别大 就用一个什么废物利用重新改造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一开始呢就是他我儿子不想弄嘛 孩子不都是这样 就是我和他妈妈一起帮他弄了 一开始我就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些东西 看了一下有个东西 对小红书上找的 有个东西里头有一个这个 上面有个笼 然后有几根棍子 插在一个箱子里头 底下有些滚滚的轮子一样 就可以底下你家摇一摇摇摇的龙就这样 日日日这样动 就动起来 这个这个设想挺好的 我就去做一做 然后发现做着我就越做越急 这怎么做不出来呀 对我因为对我个人我动手能力不是特别强 我就发现这对我太难了 我到后面就特心里特别烦 头疼 对就不想做了 这个是这样的 到后来就是 因为后来就想就还是换个方向吧 要么就比如说给他剪一条龙 剪一条龙 然后背景呢放一些光源在那里 前面再蒙一个比较砂纸一样的东西 一个影子 这个其实相对而言对我而言 我我是喜欢画画的 就临摹的话还可以 然后光的话贴到里头就行了 然后做个 然后有根筷子插进去 把那个龙粘到上面 其实还比较好做 对我而言 就是比我平常能稍微难 不要越急太多 对 要是前面那个设计一些机器那种 那个机械装 越急了 对我难了 我做不到 对对对 学习中文就是这样 你要是太高的东西 你够不着 你就做的 就会特别容易失去动力 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不要选太难的 你不要现在很低的水平 就要去看就是新闻 电视剧啦 什么 对对对 其实就可以看 但是可能带着字幕吧 但是我觉得你上来就要挑战 这个小说 就是读中国人的小说 那比较很难的 对 所以这个我们谈过这个理论 各位同学就是 就是我们说A加1嘛 比你的程度再多1或多2就好了 但是不要太难 太难可能你听不懂之后 你会很快的放弃 你的热情一下子就被消磨掉了 因为我有学生就是 比如说他HSK3就刚学了600个汉字 他就要读就是西游记 那他就是他说 那我说西游记对母语者也很有挑战 然后他说呢他要读白话文的 但是我觉得白话文的也 也一样 因为里面的文词太多了 而且这设计的文化东西 我觉得读两三页可能就会受到打击 就不要继续读了 可能就是读一些童书可能会更好 或者是比较故事 简单的故事型的书就可以了 因为作为中文老师 我们也知道太难了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都尽量的保护同学们 就是不让大家 就是突然拿一本书 然后开始看 因为我们也知道 你如果随便打开一本中文的文学书 或者是 那很难 任何一本书 我觉得读两三页 你就会发现太多词都没有学过 对对 而且你很快就会放弃了 因为太难了 是的 是的 好 那这个佳佳说他在 是Instagram吗 不是SNS SNS是哪里 还是Messenger吧 我去开个门了 拜拜 这个佳佳觉得可以跟学中文的人交流 对 就像我们刚刚介绍那个可力 还有那个 刚刚那位这个威尔斯的同学 我觉得很好 好 然后有人说我 我看一下 老师您的英文真好 我们刚刚有讲英文吗 没有讲英文吗 我们讲的都是中文 对 那不过还是谢谢你的赞美 云川说可以做一个群跟中文学习者 这个很好 这个方法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 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我们知道有很多学习者 而且是高级的学习者 他们很喜欢成立一个群 然后每周固定一个时间 他们会在一起 可能用线上聊天的方式来学习中文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像这样的这个corner 什么什么脚 汉语脚这种地方 对 然后或者是可能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国家 那怎么办 你们还是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 其实现在有网络啊真的很方便 很方便 对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们想要保持学习中文的热情 你一定要有语伴 这个语伴不一定是中国人 他可以是一样 跟你一样喜欢学习中文的朋友 我觉得只要你有伴 就一定可以保持热情 保持的久一点 就像我们去健身一样嘛 你如果一个人去健身 其实很快就放弃了 但是如果你跟朋友去健身的话 通常你们彼此会互相监督 然后你的热情就会持续的久 而且你们跟你朋友互相比较 谁的肌肉练的比较好 对不对 那你学习中文的时候也是啊 谁说的比较好 然后你们会彼此学习 不要说这个我们做大叔都是一样 我们三个一起做就互相的监督 对 互相的激励 这边我们的real ghost来了 对一边上班 哎呀 然后呢 明川一边开车 一边听大叔 我都试过一边开车 一边听大叔中文 因为其实听没有关系啦 对不对 听是可以的嘛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一边开车 一边听大叔中文 我们知道有很多学生也是这样子 对 那有人一边健身 一边听大叔中文 这个也不错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好 OK 所以呢 这个 哇 好多留言 在IG找 我们回复一下同学们的留言吧 对 这个好像有人对可莉 还有那个 那个Lingo Lingo Lingo 我直接打出来 Lingo Lingo Lingo的话是 Ling 对不对 Language Lewis Languages 有复述 Languages Lewis 各位同学把它看一下 可以用手机拍一下 可莉 可莉他真的很用心 在记录他学习中文的过程 跟生活 还有如果大家就是 如果英语不错的话 也可以下一个那个Reddit 那个Reddit上面有这个 有这个Chinese Language的这个群 我们的歪的头 OK 在Reddit里边 大家就是会讨论很多 就是中文的学习的资源啊 还有就是学习的方法 或者大家有问题 一般你问一个问题 很多人就会很热心的帮你回答 对 然后大家可以加那个 加可莉的Instagram 他有个S啦 Languages Luis 然后那个 那个威尔斯的同学是Lingo吧 Lingo 我不晓得我们的评估 L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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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老师每天上课是几点 我是泰国人 呃 我们的直播是周一跟周五的晚上七点半 那这个大叔中文也有播客 所以周三是播客 然后还有很多很棒的小节目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订阅 对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订阅大叔中文 哦 好 OK 好 那茶叔啦 做个广告 茶叔的直播每天晚上十点半都有 对 而且还可以上去跟茶叔 也可以跟我聊天 星期五可以来聊天 星期五 这一个同学问我们五 后面那么那么那么零怎么读 谁来数一下 在中文一般四个零是一个大的单位 就是你 二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百亿 五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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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四个零是万 八个零是亿 然后就不说万了 对吧 然后五百亿 这个同学你是真心的问我们 还是想要为难我们 还是在为难我们 这个念五百亿 五百亿 好 这位同学叫称魏魏 我叫称魏魏 你的名字太有意思了吧 称魏魏魏魏 魏魏魏 觉得还要称 称魏魏 刚刚这个 辩书 辩书说的这个red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好的 那这个 这个辩书 他是真心的 好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好 那辩书我们在 时间不够了 让辩书来压轴一下好了 辩书你在 你在推荐一个 这个保持中文 学习中文热情的方法 呃方法 方法可能有时候 赶快看小超 看小超 大家就是 肯定有自己喜欢的爱好 然后可以找到这个 爱好的这个视频 然后看看这个视频下方 其他人怎么留言的 看留言 看评论 看评论 比如 比如可能你 比如中国人 也有这种 问问题的网站 叫知乎 知乎 可以去知乎 然后看一看 你关心的问题 下面大家是怎么聊的 或者是如果你喜欢 电影 电视剧 你可以去豆瓣 豆瓣有很多影评 别人给 你看看中国人 怎么给你喜欢的电影 打分 然后 对对对 很好 他们有短的影评 也有长的影评 然后可以 因为是你感兴趣的话题 所以 你希望看看中国人的想法 是不是和你的一样的 对 对 就是多 多接触 这个 不太难的 中国的 中国人用的一些 还有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的视频 有一个跟外国的视频 很大不同的特色 就是我们会有弹幕 对不对 很多 而且这个弹幕 大家会用最地道的 最口语的中文 来打这个弹幕的内容 所以各位同学 在看中国的视频的时候 可以特别注意 他们打的弹幕的内容 其实你真的可以学到 很多地道 而且很好笑 很有意思的 中文表达的方法 所以 刚刚这个变数说的方法 就是看留言 看屏幕 然后呢 我觉得看弹幕也不错 而且弹幕跑得很快 对你的阅读 是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很好的方法 有一个网站叫 iyf.tv 然后这个 在欧洲的话 我可以看很多视频 然后有弹幕 OK iyf.tv 这是有华语节目的是吗 就是所有最新的电影 他们都有 然后我就看到好多弹幕在吵架 对对对应 就是可能一个人说 这个演员演得好烂 那这个演员恰好是很多人的偶像 所以后面跟着20个人 骂你 就在好好玩 然后还挺好玩的 就看这种中国人 就一边你看这个视频 一边看大家怎么发表看法 其实我刚才查出说到一点 就是把这个融入日常生活中 变成你的习惯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但是就是习惯的东西 就是也不能太难 和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你每天要做一点点 每天坚持一点点 你能坚持下去的 它就变成你长久的习惯 所以就是量力而行 我觉得量力而行 每天做一点 然后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习惯 这样每天坚持一点点 日积越累 对我看到有一个人 他每天就把手机打开 然后设置25分钟倒计时 然后他就 他先准备好一杯咖啡 然后准备可能清音乐 然后就把倒计时放在 就在他的旁边 然后就开始学 到时间了 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时间 就是你能做到的 可能10分钟 15分钟 然后到时间了就OK了 就给自己尽量 留出来 有一点仪式感 就是给自己真的 先一些准备 准备一些你喜欢的气氛 咖啡 然后听点音乐 这个我同意两位 就是说 我觉得学习语言 不要把它当做是一种折磨 或者是太正式的事情 有时候你要觉得学习语言 是一个轻松的 然后如果你觉得 已经超过你可以负荷的程度了 你就先停一下 不要一直强迫自己 我觉得学习语言就是快乐幸福 然后你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所以像我 我刚刚跟大家说 我现在就去听 这个听 我每天去散步 听一下英文 我下午还去散步 但是我就不听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产生一些压力 负担太大 可能听太多 我也不喜欢 所以呢 我就是每天就是听个半小时 差不多 也不要太多了 对 说到这点 我就想起上期 可仁老师来我们播客的时候 对 说到这个可理解性输入的这个东西 他说其实老师们给学生 不给压力 就让你自然的输入 输入到一定程度 其实你就是自然能输出了 你要是一开始给自己 太多压力 就必须怎么怎么样 真的到后面 真的也特别容易失去动力 这也是一点 对 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 给自己的目标定的太高的压力 太多的同学 通常大概坚持几个月就放弃的 这种例子也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是走长远的一条路 学习是终身的 是长远的路 我们不要好像昙花一线 应该细水长流 你如果昙花一线 其实你可能短时间进步的很快 但是你也很快就放弃了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用了 好 OK 那没问题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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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差不多了 那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 对大家学习中文有帮助 因为我觉得不管 当然不只学习一门语言 做任何事情 怎么样保持热情都是重要的 所以希望在学习 这个中文的路上 大家想一些方法 让自己继续持续性的 来学习中文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跟着大叔中文一起学 对 因为大叔中文 就是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材料 就把我们放在 你做饭的时候 或者是你做家务的时候 就把我们打开 放在旁边就听就好了 就养成习惯了 而且刚才笨叔说的 就是要是一个老师 就是随便把那个 中国的一些文学名著给学生看 学生们都可能一下子被吓跑了 但我们大叔要去的 这个故事的东西 就是真的是为了学生们着想 大叔要出故事了吗 大叔要出故事了 我刚才还在录音 就是那个参数 那个故事 好多角色 又是瑶瑶 又是爷爷 又是狗狗 还有班主任 然后我就一直在切换 瑶瑶的声音 大家要期待我们这个 我们还有有声 有声速的版本 还有这个文学版本 而且内容真的不难 刚好就是有个衔接的作用 不让大家一下子接触 中国的文学名著 感觉太难了 有人还想看西游镜 那简直疯了 我觉得西游镜 我看了一下 菜书写的故事 就是加了很多那种 生活中常用的动词 比如说 把脸贴在地板上 然后看 沙发跟地面的空隙 里边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描述 很有画面感 菜书的故事 而且这个描述的方法 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在用的 如果你看西游记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 过于书面语 或白话 白话文 在天上翻跟头是吗 对对对 然后什么 还有一些文化的语言 你们可能是 不是那么容易能够了解的 话不要说死 就是大叔还要出西游记呢 西游记我们会改写成 我们会改写成 白话版 口语版的 白话版 就是很适合大家学习的版本 对对 总之就是 总而言之 就是大叔在 这个大家学习中文的路上呢 会努力的出一些 适合大家水平的一些材料 所以敬请大家期待 那如果出了 也要请大家多多支持 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 不要再说了 再说我字幕很难配 好的 好 那我们就星期五再见咯 大家 新年快乐 荣年大吉 下次见 拜拜 拜拜